陈阿冬 你想我了呗 超级超级想你 喂 师傅 帮我查一下 姓骚扰怎么立案 待会儿告诉我 说说吧 怎么又跟你妈吵架了 东哥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是一个怪人 不会啊 你挺好的 也就你这么说吧 我妈就不这么想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怪 我妈总说是我投胎的时候 我和我姐的性别高发 错了 不小心提到我姐 还提 东哥 这也太敏感了吧 是你们一家人太有手段 何鸟鸟各种理由找我 变着花样给我洗脑 东哥 我都说了 我来找你是有我自己的烦恼 我哪有空关心你跟庄杰呀 别自作作请求 行 我的错 你说吧 其实吧 我 我上学期交了个女朋友 网上认识她 姓季 跟谁都没说 难怪三鹅子也姓季 然后呢 可这女朋友一交吧 我才发现 我好像不喜欢这女的 这事你跟你姐说了吗 你不是不让我替我姐吗 你不是不让我替我姐吗 所以 您就因为这事跟你妈吵架 这还不是大事啊 我那天在电话里跟她说这事 她那个脾气直接炸了 总不听人把话说吧 其实我后半句是想说的 我是跟女生谈不好恋爱 可是我也没有放弃努力啊 我只是特别困惑 我 我怎么哪儿哪儿都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 这事你做得不得 你自己都没弄明白的事啊 你干嘛一股脑灌输给你妈呀 东哥 你说人这一辈子 看清自己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啊 你问我 我这还一笔糊涂账呢 但我知道啊 两代人的认知天差地别 千万别搞精神对立那一趟 你要相信自己的家人 你还相信自己的家人 东哥 等我姐算你家人 你是不是也该对她多点心心啊 你们这家人啊 绝了 东哥 你还怪我跟咱妈多说了 你也不想想 你跟我姐要是好好的 我能先不跟她说这事 都怪你不搭理我姐 她生不如死 都没空关系我跟何鸟鸟了 所以归根姐姐 问题在你 你和我姐好好的我就不会疯了 我不疯 我妈也不会疯了 所以你这两天 能不能抽空去趟咱家 换我们咱嘛 东哥 我看你也没比我和鸟卖多少 我明天回学校 你得送我去车站 东哥 别忘了 谢谢了 东哥 别磕头 把心思放在学院上 少气你们 东哥 你对我姐的制裁 到底什么时候解输 这是我俩的事 你就别跟着瞎操醒了 那怎么能 只是你俩的事呢 那我也跟着难受啊 张晏 我知道你心思的恩纯 这事啊 我心里有数 姐 这么巧 张 好巧啊 你 找我 弟 姻路平安 下午我们一起來接你啊 回来 吝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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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之前跟我说让我回上海想清楚 我真的每一天都在努力地想 我这次回来是听说这里要搞一个医疗旅行区 这和我的创业计划是完全一致的 也不知道镇上哪位有识之识这么有前瞻性啊 这事按理说应该由我牵头才是好 前卖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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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去的事我确实是大外行 在刺猬的引荐下认识了苏总 但是这么快能达成合作意向 想必是镇长和巫仪做了大量的工作 你们才是真正的功臣 师父 我刚刚查了性骚扰好像打110就行 碧龙好久不见 姐怎么是你在车上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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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辆车送他回家 那姐 我就 碧龙不用你去忙 我今天没事 晨白东几点下班我就等到几点